各位親愛的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5月16日 這隻官方在賣50800的Explorer 是上一代的款式 今代的款式 369的字已經變成了 再不像我現在的影片一樣 用白金的材料 現在在官網賣的那隻 就是369用了夜光白色字 其實我覺得看上去 就沒有這隻上一代款式那麼漂亮 這裏就是一些可惜的地方 這隻錶的優點 就是這條帶是用了磨砂的 所以你不會很容易 刮花了這隻錶 就很害人 那些法師問 你應該沒有那麼容易看到 所以這條錶帶 就是這隻錶的優點 另外369用了白金字 所以漂亮之餘 它的外圈也是很亮的 打磨炮光,非常亮 看時間也很容易 用了中間也是一個很經典的 努力士的Benz針 那有幾行字在這裏 都是一些天文台認證 還有給當年登上雪山珠木浪馬峰的人 可以在極地很嚴峻的環境下 去配戴這些錶 無論是在冷的環境 他當年也做了很多的 research 問人的意見 所以這隻錶是很好做的 1953年就免世 就是為了紀念人 去燈這個珠木浪馬峰 那2020年減 1953年大概就67年了 已經 我一隻變成黃色T-Dial 都相當之漂亮 如果我外面街可以買 我都想買份一隻 這樣的顏色的錶 一些 已經是退了色 相當之有復古味道 真是很值得大家花時間去欣賞 那現在我們看看 另外再給大家看一些細節 前前後後 早上又有 帶大家看一圈 防水深度大約100米 330呎 一體成型的中層錶殼 船入式的底蓋 和上鏈的錶管 機芯用了努力士3132型號的機芯 自動上鏈 機械行動機芯 每日平均正負2秒之內 還有就是 官網現在有1953年 第一隻初型的Explorer 1 大家可以看到 369的紙 都是不同一點 幼細一點 沒有那麼粗壯的 圓潤一點 沒有那麼扁 沒有那麼肥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這隻反而是 不知為何沒有了369的紙 都是Explorer 1 另外 另外對於這些入門版 比較價位 比較中低下的錶 有很多人說 要買錶保值 已經不是首要考慮 看一隻錶 自己喜不喜歡 漂亮不漂亮 去考慮這隻錶 會不會有得炒 有得升 好像現在很多人追求 這個 綠面 綠綠 和紅貓 當然你買到的 就摸口飛是好東西 但是如果變成 這些 Explorer 1 就好像變成 沒有那麼人追碰 很多人未必會 即是有錢 也未必會考慮 但是其實這些錶 如果真的 大家不介意 升值的潛力 那些錶 帶出來都相當優雅 相當靚 相當好看 相當實用 我自己其實都幾喜歡 今次的分享 就到這裏了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個LIKE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如果有什麼想再分享給大家 我都會拍片在這裏 上我的Youtube頻道 拜拜 Ear Nurv 就是 disbelief 油 評差 甚至 沒有